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一时穷途末路 却不甘心疯 证据当前百般抵败 围攻之下暴力拒捕 在生存本能的趋势下 他们还在寻找最后翻盘的机会 末路挣扎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我们是川东市公安局天津市的警察 你放下武器 我会重新处理 把门打开 把你们武器留下 销唯 桥锅 刚才 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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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来来来来来 哥哥 快点 惊险 极力 令人揪心 坦诚现实版的惊风时刻 特警队员步步紧逼 犯罪刑事人退守在假小的局势之内 自是手中有枪 拒不投降 这事发生在2013年夏天 轰动全国的成人枪战 不少成都居民真切地感受到了 执法人员的果敢勇猛 同时也亲眼见证了 不法分子的狡诈和方法 其实成都枪战只是一场 大规模行动的局部 从2013年7月28日到7月31日 这场跨越四省区的收网行动 在包陶 新州 广州 佛山 成都 五个城市相继展开 而每一次进行动魄的警匪救援中 不法分子都会使出浑身解数 为逃避打击做出最后的争承 让别人知道路 是这里的呀 来我站着 这样子 这是苗文利 苗文利 经西都人员反复辨认 这个名叫苗文利的中年男子 就是一直向他们提供毒品的大任务 42岁的苗文利是包头市东河区人 他曾经因贩毒被判处有机徒刑三年 按他的刑期看 因为应该他也属于贩领包的 那说明他的毒性的数量 跟他的贩卖的数据算太多 在2013年4月的扫毒行动中 侦察员得知 出狱后的苗文利依旧恶习不改 继续吸毒贩毒 而且身边还多了一个女帮手 他的名字叫马慧霞 用咱们的信息网语 一比对以后 他也是一个吸毒人 也因为贩毒 也被判过去 马慧霞也自敢来青山猪 这个苗文利经常也来他们过夜 有时候回来货以后 第一站就先去他们 把那把东西该怎么分怎么分 就这样 苗文利和情人马慧霞联手作案 不断发展下线 做成了包头地区最大的毒品批发商 远远不断地向吸毒人员 提供冰毒 海洛因等各种毒品 那么 苗文利的毒品又是从哪里来的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 苗文利的海洛因 来自山西新州的好运物 冰毒来自四川成都的毒贩 廖泽林 而廖泽林的冰毒 又来自当地的四哥 和广东广州的张礼兵 在安静了一个多月后 苗文利再次出手 以现金存款的方式 向身在广东的上线 廖泽林 汇出了五万元定金 警方估计 这批冰毒应该在一公斤以上 它应该是据我们判断 应该是七月二十五号左右就发货了 发货了按我们的一般的物流 就是三到四项就到了 我们刚才能判断 根据广东方面传来的情报 这批冰毒将经由物流渠道 发到包头 最近哪家物流公司 哪家快递公司都不清楚 而且在哪个区都不清楚 谁也没有想到 苗文利竟然利用这个时间 偷偷与物流公司联系 把货取走了 好的 知道了 好 来吧 出发 我们确实是非常着急 因为这个 紧张旁边如果一旦失手 那我们真是前锋进去 对自己都没法交代 真是这样 而且我们当时也速度比较快 但是它之前应该是有准备 我们没有 当时我们都有点 措手不及的感觉 如果后被苗文利转卖或隐藏 那么这次行动就要落空 还会打草惊蛇 陷入更大的被动 嫌疑人剑走偏锋 小然出手 抓不行动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当时顾不了那么多了 从马路对面冲过去 就往那车上 车上那样 拉开车上 往那跳 持续多年的地下作业 突然间大白于天下 当事人情何以堪 我在打草惊蛇 是什么妖怪 虽然就是 虾在上 咱们都打成银 什么都有点自种 不可能 陌路争扎 天网暗路正在播出 叫华蛋苗文立 等待物流公司下班之后 突然取走了货物 这一情况 让抓捕小组 顿时感到措手不及 这叫啥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就是 就是我们最坏的打算 也是要抓住他以后 即便他是货出手 我们抓到以后 要不他货在哪 高兴 抓捕小组不敢怠慢 立即在包头室内 各个街区搜索追踪 一个小时后 终于在昆多伦区的 一个饭馆门前 发现了 苗文立当天驾驶的 白色丰田车 苗文立就在里面吃晚饭 我们认为 他最好上了车以后 因为他的货在车上 人状病活是一个最强的事情 因为这些人 我刚才就是 反正反应特别强 就是 你可能这个东西放在面前 他都不成 半个小时后 苗文立吃过饭 领着一位中年妇女 准备驾车离开 从马路对面冲过去 就往他车上往 车上往 拉开车往 跳上去 我直接 下开 别动 别动嘴啊 别动 不要说话 看这 看 看 包你的名字 苗文立 从被民警控制那一刻起 苗文立就面无表情 这个女人 就是苗文立的情人 马慧霞 在众路窥窥之下 成为警方的抓捕对象 马慧霞很怕被熟人看到 此时 警方最关心的事 就是那批货物 在不在车上 在搜查之前 特意安排一位技术人员 进场全程录下 把每一个点抓获都要 马上就这个团队就跟进去 我们正义做成 发大事情的正义 做成正义链 然后形成起来 在随道 随道 我们给别人去的 必须去的 你们给去的啊 那快来 从哪去的 给个朋友去 从哪或者去的 底下我也说 在那个运龙骨科呢 说是鞋 那么毒贩的罪证 果真藏在这个包裹中吗 打开之后 看到的是 实际盒的皮鞋 不同款式的男女皮鞋 然后呢 我们对他的皮鞋 进行足够 足箱的 打开检查 可是在鞋窝中 并没有发现任何 夹带的毒品 难道 难道 行报有误吗 第一层被发现 打来第二层以后 直接从那个鞋里面 逃出几个人 待着 着 , 你 它就导火了 别打开 不出所料 最正当前 苗文利仍然没有放弃狡辩 说自己是替广东的 廖泽林取货 根本不知道里面还有毒品 这时就在苗文利 随身携带的手包里 民警用了新的发现 这次苗文利意识到 抵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当时苗文利的面 抓捕队员对现场起货的冰毒 进行精续称量 这个避免他以后反顾 当时这个就固定证据 当时 这个保持隧道 你保持隧道 这里面是送的 这不是你接的来吗 你接的来吗 我去跟你说 我高高胖 我给你 我走得很紧张 因为我们这可能 现在就是 一大集是马慧霞 不管哪 任何地方就这样 只要思念一样 一天的迷糊 脑袋是抱不住的 只要是整整的 我就咋了什么 咋脑袋抱不住的 随后 庄安组连夜赶到 苗文利 马慧霞 在本室的寄出著作 找到了 他们精心隐藏的 大量毒资和毒品 有了这些证据为基础 司法机关 就可以将苗文利的上线 绳之以防了 高墙大员 机关重重 宛如一座神秘堡垒 抓捕队员 面临棘手任务 可疑背包来路不明 二十八万巨额现金 居然无人认领 原因何在 能挣大一笔钱 有可能 在他的车上 可能捡到这么多钱 没想到他撒谎 目路挣扎 天王的目正在播出 收望行动在山东新州的目标 是一个名叫郝俊武的男子 郝俊武长期为苗文利提供海螺音 不久前又经由马慧霞将四百多颗海螺音输入包头 这个应该说是在当地很出名的一个涉毒人员 53岁的郝俊武早年当过体育教师 曾经因贩毒被判刑三年 但在出狱后仍然重操旧意 而且越做越大了 为了逃避公安部门的打击 郝俊武还把自己的住所 改造成了一座防备森严的宝人 院子有三进院 院墙四米五到五米高 而且院墙上架是铁丝网 从一进村开始 就有高清探头连着他的家 而且在他院墙周围一圈 有十二个高清探头 一下进到他家 因为家里还养得上 容易开始翻着全人偷偷 就在抓捕小虎 被怎样突破堡垒大伤脑筋的时候 情报人员透露 郝俊武突然驾车离开了他的脑巢 郝俊武要带他的行妇 和去山西太阳 用怀孕马去检查 这样的话我们正好卡住的司机 正好他出来了 这是戴县思想太远的高速入口 山西抓捕小佐赶在郝俊武的前面 迅速集结到正面 等他进来以后 最后长的大车必须等随时 必须等跟进 他不枪咽一下 不只在上了堂 情报显示 郝俊武驾驶一辆白色奥迪车 时常变换一下车牌 警方只能靠近观察 才能认出郝俊武 于是抓捕小佐借来交警的制服 以检查名义来拦截可疑车辆 当这个咱们警员这个刚刚把这个服装穿好的时候 这个一辆奥迪轿车又出现了咱们的实现当中 很快就像收费站驶过来 当时要这个驾驶站的时候 他车窗摇下来也就是不到十公分左右 他有所意识 他这个车呢 迅速他没有吸过 他迅速挂着到挡机下 只要退出这高速通道 他一退我们的车 后半的那辆车已经就顶到了 他车后半 车是跑不了了 车门却锁得死死 不管民警怎么贺令 里面的人就是不开门呢 咱们有些民警也很着急了 跳到机盖上 能不能把它封到 怎么整啊 我控制住他 他手那车下车的时候 往车下拽他的时候 他在往车里端时用劲 他不愿意这个下车 你叫什么名字 大点车 从驾驶员座位后面的脚垫上 警方查获了一只纺制的六四式手枪 他有可能还会掏这个枪 而且他这个枪的子弹都在膛里边顶着 他掏出来就可以激发的 因为他这个自制的手枪不像咱们自制的手枪 有保险开关 他没有保险的 掏出来就可以激发 他搜出了郝俊武的身份证 驾驶证 以及他这个 贴有他相片的伪造身份证 警方随后在车上搜出了六个香包 但郝俊武都声称不是自己 经同车的女友便认 其中五个包都找到了主人 只剩下一个鼓鼓的背包 却无人认定 当时他最不承认这个包是他的 我们当时就已经就意识到 这当中肯定大有文章啊 这几个包肯定是有东西的 令人惊讶的是 背包里装的居然是一大捆一大捆的现金 估计二十万元 郝俊武为什么连自己的钱都不敢认呢 民警推测 这笔钱来路不正 很可能就是独资 这就是他的狡猾性反侦察能力 狡献 法庭也好 法律也好 是客观的 相信客观的证据 他铁的证据面前 他也抵赖不了 这是你的时候 要是都是你的 要是就在那包里装 是不是你的 再包一盘 好聚物落网的第二天 装部小组揭开了这座宅院的神秘面纱 在郝俊武家的一只皮鞋里 警方当场缴获了七十颗海洛因 郝俊武非常清楚 仅就这一项就足以让他重回监狱了 就那个东西 我认为 就只能在 受你那领寒 至于其他别人 自己认得我 但是 说他最新 要是说话吧 判心来 此行立即自行 我也不算要受 郝俊武平时唐身的居室 位于大院深处 视频监控器就放在他的床边 一旦察觉形势不妙 郝俊武就可以打开暗门 经由地下通道逃出宅院 最终在二百米外的田野里脱身 然而 这一切精心的设计 并没有能阻挡住 法律制裁的脚步 西多大地警察 也总是要打他 还看起来 天啊 不会输而不漏 多心不易 走这个漏 没有一个 可以掏出法律的制裁 但是这个漏 就在郝俊武落网的时候 成都小组的抓捕行动 还在进行中 不久就传来了 令人震惊的枪声 一场精心策划的附近战 不料却被一个女人的轨迹 所惊承 抓捕现场 风云突变 把他累了 直立的反话 把他在楼里头 大声的反 见识见识 一方将无前 会重新出现 恶景战士 火线出击 步步回营 持枪毒汉 坚定穷土没入 枪战仍在继续 也有可能 他幕后还有 更深深深的 不愿让我们找过的东西 末路振扎 天王栏目正在过程 2013年7月31日 收网行动即将进入最后一站 这一站的目标就是廖泽林的上家 四哥 不过就在此时 这个四哥的身份却是一个谜 大师咱们去那时候 黑亚北道的 小师马 他所有就是 他的瓦来 瓦来这种 只是成功的四哥 没有他的证明实现 我们对他的证明实现 一直都不清楚 整整一个月 寻找四哥的行动 一直在悄悄地进行着 范围一步步缩小 当行动进行到七月末时 专案组将目标集中在了 成都东部一个住宅小区 24城 这是一个庞大的新建居民区 这些高层居民楼里 聚集着上万户居民 到底谁才是那个四哥 几天观察下来 一辆兆服业主的轿车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大概活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是 基本上是在下半夜 反正一晚上的话 可能要出去进出 这辆车的车主是谁 他为什么会有 如此反常的举动 民警寻现追踪 有了更加不同寻常的发现 这是7月27日 大楼监控摄像头 在凌晨三点多 记录下的一段画面 活动的规律 就是政府一处 然后晚上戴墨镜 比如说 折折折突然回头了 他又有一套 他的反侦查的一些手段 和一些措施 这就是那个神秘的大夺贩 四哥 几个月前才搬到这里 7月31日上午10点 同住的女友出门 只留四个艺人还在家中时 基督民警 小然进入了这栋居民楼 这栋大楼的十层 共有六户人家 楼上的民警们 兵分两路 埋伏在两个楼梯出口 等候着抓捕的最佳时机 可是就在这时 四哥的麻崽出现了 事不宜迟 民警果断决定 在楼道里 密布了麻崽 但民警发现了一个 令人担心的事 就在警方准备实施 下一套方案时 另一个意外情况又出现了 刚刚外出的女友 突然急匆匆地返回来了 她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匆匆上了电梯 显然这名女子 也察觉到了周围的异常 在跨出电梯的同时 她还小心翼翼地 脱掉了脚上的高跟鞋 脱掉鞋 然后光着脚 为了不发出身影 徒步上了石楼 这样来观察周围的繁殖 转眼间 就在酒楼通往石楼的楼梯上 她和埋伏在这里的民警 遭遇了 她那个动作比较异常 她拎着血 正常人一般是不会的 然后我们就上前进行的盘查 她是累了极力的反抗 她是在楼里头 大声的反抗 警察警察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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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宁里边得到了信息 就是外边奔着她来的 林警很快就将女子完全控制住 带她离开现场 正在这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警警出现 紧接着我守的这个门 突然就打开了 然后犯罪嫌疑人就从里面出来 看见我站在下楼的位置 他就抬手就是一枪 感觉右肩就是一阵麻 听到这突然的一声枪响 埋伏在另一侧楼道内的民警 冲了出来 举枪将嫌疑人逼退回 他居住的1002房间 二十分钟后 增援的特警感动了现场 他们已经有人来听到 我们是成功是国安区天行事的警察 你放下武器 可以重新处理 第一次我说我们是警察 他说警察也找什么 警察 进来一个我们龙死一个 那这个第一次 然后第二次 我们游汉放下武器 可以重新处理 他有的时候 脚子棍 他就嘴巴里面一直在骂 然后第三次 他的情绪就比较激动 而且起来也更嚣张 在我们对峙 然后对他喊话的过程中 他就对我们打了一枪 对着门打了一枪 当时我从那个生意判断 这是一个仿的手枪 不是支持手枪 所以呢 我就决定对他进行强攻 嫌疑人带种如反常的反应 让特警强烈的意识到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对手 他们必须加倍上 前期试图的一种表现 就是他的精力 他的身体技能高度的击凶了 他要守抚 帮你 看到他 抗计 特警队员攻入房间后迅速展开搜索 客厅 厨房 卫生间 客户都无不一人 只有主卧室大门解惑 我去看他开了一响 然后我第一反应是蹲下去 感觉子弹在我后头上飞过 看到特警们攻入房门 刚刚还藏在窗台角落里设计的嫌疑人 从十楼跳下 畏罪自杀 警察 这名坠楼的犯罪嫌疑人正是四哥 原名刘才平 四川滋阳市人 2011年曾以涉嫌吸食毒品被公安机关调查 在战斗中负伤的成都民警 当时就被送到医院抢救 所幸不是致命伤 内蒙古公安厅和包头市公安局领导 专程恢复成都 看望受伤的战友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包头警方打掉了一个跨越四省的贩毒网络 和一批大毒枭 有力地震慑了犯罪 进化了社会环境 尽管我们觉得值得搞 确实值得搞 搞完以后大家都很难忘 很回味 有的时候它不仅是需要你那个 仅是辛苦就行了 需要你有一种勇气 还需要你有在那个跟犯罪 毒品犯罪做斗争的智慧 真的我们在一起 并肩作战的时候 感觉到爽 一个神秘的举报电话 一种离奇的刑事案件 年近百岁的母亲突然死亡 年遇古兮的儿子 病重去世 什么原因导致老人遭遇不幸 什么恩怨在半个世纪里不断纠缠 恩怨五十年 听网栏目近期播出